大家好,我是小雷同学 上个视频我们讲了一部分 这个minio它的安装 那上半部分主要讲的是 它用于测试的部署的一个环境 是只用于单盘的 然后如果用于生产环境的话 肯定是需要分布式集群部署的 那这个视频我们就来 把下半部分分布式集群部署 给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太懂 就是反正是安装起来可以用 具体更高级的玩法呢 就是大家还要自己去摸索 我其实也不太懂 因为这个是用于生产开发环境的 我们个人的NAS 其实并不太需要这个东西 这个是它官网的说明的文档 就是分布式部署 分布式部署的话就是 相当于就是有很多块硬盘 或者很多台机器 每个机器上存储一些数据 数据都是分片存储的 比如说上台一个图片 要把图片给拆分成好几份 每个地方都存储 然后它还是把数据和这个文件的原数据 给分开存储的 听起来有点像那个read 就是把文件给撕开 但是其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对象存储呢 它是用揪杀码来保持这个数据的 就是稳定性的 如果不小心删除 我没记住的话 应该是一半 比如说一个文件 不小心丢失了一半 那么剩下的一半呢 它会自动利用揪杀码来 把这个丢失的这一半给恢复出来 都是自动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具体的话大家去了解 我说的这个也不一定对 不一定准确 然后这样的话 因为这样要集群部署的话 它就需要很多硬盘 就需要很多个容器 同样的这一个minio的容器 它要装好多个 官网说的是至少需要四个硬盘 那应该它给的这个模板文件 也是四个容器 至少需要四个这个minio的容器 然后还需要一个nginx的容器 去管理这几个容器 就是官网给的这两个文件 是使用DockerCompose的方式来安装的 这两个文件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就是在这里 就是那个两个文件 nginx呢 这个它已经配置好 我也没有动 就这样 然后呢 DockerCompose呢 这里面你要指定一下 这个后台的防控的 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这个健康检查 这个不改型 你想改的话可以改一下 然后后面呢 就有这四个容器 四个一样的这个minio的容器 容器就是集群的 分布式部署的 然后每个容器有两个路径 都是数据的路径 一共有八个路径 相当于就是八个盘了 因为我们是用NAS部署的 所以其实都在一块盘上 所以说不适用于我们NAS 这些都是生产文件使用的 然后一个nginx 它默认的配置的话 是这个路径 文件音色的路径 它是用这个Volume 这个去配置的 我把它这个给注视掉了 然后直接在这里面写成路径了 把路径写出来了 真实的绝对路径 然后nginx的话呢 它是映射了一个nginx 这个配置文件 就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文件 端口的话也就不改 就这样 其实就改的话 就改了一个用户名和密码 然后路径 映射的路径 这两个其实就够了 然后我们到enray的 这个中单这个后台 我们进入刚才那个目录 那个目录是在 mntuserappdata 这个目录是随意的 我只要记录我的 是在这个里面 可以看一下这里面 这两个文件 就是刚才看到的这两个文件 用docker-compose安装的方法呢 就是这个文件的名字 必须是这样 就是docker-compose-yaml 必须是这个样子 然后使用docker-compose 这个命令 enray的默认是没有 docker-compose 这个命令的文件 如果没有的话 你需要去安装一下 安装的话去docker的官网 它是有提供指令 只有三条指令 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这台机器有没有 应该是有的 docker-compose 它提示这个 就是说明已经有了这个指令 如果没有出现这个界面的话 它说没有这个指令 那就是要去安装 它安装的话呢 我们可以到docker的官网 这里介绍到 如何安装docker-compose 就是renews版的安装教程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或者你可以用这种 这条指令 或者这条指令 然后这条 这条 提供三条指令 第一条呢 是下载安装 第二条呢 是这个 给它执行权限 第三条创建个软链 就三个步骤就安装好了 菜脚教程这边的是老的版本 就这几个命令 然后官网的这个呢 它是有二进制的 提供了好多种安装方法 你都可以去试一下 反正这个安装的是很简单的 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文件 然后我们直接执行 docker-compose-up-end-回车 好 它已经创建好了 可以看到是五个容器 它直接创建好了 这个容器之前是已经创建过的 所以它里面是有数据的 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它是创建了四个容器 四个minio的容器 然后一个ngins的容器 然后这个minio的容器呢 它是只有数据的 然后ngins是有端口的 那我们访问一下它的后台 后台是9001 密码是刚才文件里面设置的那个 好 已经进来了 那这跟之前的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可以到这个监视器这里面去看 可以看到这里是有四个服务器 就你安装了四个容器 它相当于是分布式的集群的四台服务器 然后一共有八块驱动 也就是八块硬盘 每个服务器里面有两个硬盘 一共有八块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往里面上传了一张图片 它会把图片给分割成八块 分别存储于这八个硬盘里面 那我们到文件里面去看一下 它的文件是如何分布的 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四个容器 每个容器的两个数据 现在这个八个文件夹 就相当于是八块硬盘 就拿着第四个容器来 第四个这个容器来说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还是它的配置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创建的bucket 这个文件夹现在里面是空的 现在每个里面都是空的 因为没有上传东西 那我们现在去上传一张图片 看一下它图片是如何分割的 还是到这个bucket这里去 然后进入它上传 还是这张图片上传进去 好 刷新一下 这图片已经上传上去了 好 那我们再到这里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个bucket里面 已经不是空的了 但是它里面是有一个 以这个文件名来命名的文件夹 它就是一个对象 然后这个xl的mata 它就是这个图片的原数据 以及图片的数据 图片数据如果 这个图片的上传的这个文件 如果很小的话 它就是这个原数据跟图片 是在一个文件里面去的 如果你这个上传的这张这个文件很大的话 它就会拆翻成两个 一个存储原数据 一个存储这个数据 同样的这个容器里面也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2里面呢也是一样的 都是一样的 相当于你上传一张图片 它要创建八个文件夹 这边都是一样的 它这个就是它的揪筛码的那种 那种作用 具体还是比较复杂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研究一下 可以看到八块数据 这张图片就是被分成了八个文件 文件呢跟这个文件里面包含 它的原数据和数据 如果文件大的话 就是数据和原数据是分开的 分开存储的 对于我们家用NAS来说 这个其实并不是很需要 我们就是一个一个容器那种就足够用了 好那我们再回去看一下 这个部署呢 它就是这样的 这种情况呢就没办法了 这个图标啊 这个在线这个界面编辑啊 这个就没办法了 因为是Docampus安装的 它就只能这样显示了 这个五个容器呢 是自动创建了一个网络 都在一个网络里面 它可以互相访问 图标呢就暂时是改不了 大概就是这样安装的 那关于MiiO的这个两种安装方法呢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安装用图床来感受一下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李同学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链